佛法告诉我们 世间的一切都是苦、空、无常、无我的 佛陀曾经告诉我们 这世界上一切都是幻灭、苦、空、无常的 只要我们对这些苦、痛、习以为常 丝毫没有感觉到生命被名利、事业、感情等等 外在的现象所迷惑、所占有 一切友情皆希望能远离苦、常处乐中 离苦、得乐是大多数学佛人很重要的动机 但要能真正地达到佛法中所说的离苦以及得乐 其中最重要的课题就是要先能真切地认识 体认苦的内容与友情自我的观念性 应当要严肃地问问自己 究竟要离什么样的苦、要得怎样的乐 因为佛法对乐的解读 包括世间乐、初世间乐、现世乐、后世乐 乃至常乐的差别 首先便要认识生命中最深刻的苦楚 生死轮回之苦 本质便是不离友情存在世间的五因 因为有五因身心的存在 并有因为过去造作的夜而伴随的种种的苦乐境界 而任何的苦乐境界却又是相随主的 不是恒常的 人们努力追求乐的同时 也是造作苦的因 在当前乐受境界也是未来再度生死的因 因此无论是现世乐、后世乐 还是不离苦的本质 因此唯有透过佛法对于苦与乐的本质 有正确的解析与观察 才能够进一步 透过佛法解脱的智慧 灭除我见我直烦恼 实证 究竟离苦得乐 佛法的道理告诉我们 在苦多乐少的人间 可以更能有机会深刻体会苦的本质 而且苦的范畴 并非只有现前的苦苦境界绝受 而是能在瘦短且磊弱长病 而可意见会不久变磨灭的人生 可以体会世间一切法无常的苦 佛法解脱所证的涅槃是没有生死 离开生灭无常的 离开世间的一切的苦乐境界 所以所证说为涅槃乐 但这种涅槃乐的所证 只有菩萨能真实证得 因为涅槃是如来藏离一切世间 生灭的无常苦的法 本来自尽清清涅槃境界 是菩萨所证 而阿罗汉舍抱入无云涅槃 灭去了世间的无云身心 以无可证涅槃乐境界之心 佛陀是觉醒的人 他教导我们如何觉醒 如何明白 去除烦恼执着 如何去除就要拥有正确的见地 菩萨的见地 运用智慧来观照自身 明白世间的苦 以及苦的由来 找出生命的正确资讯 找出生命的正确资讯 才能离苦得乐 十方新闻 网店论层以上 台北采访报道